当地时间5月1日,拜登同东盟领导人举行了其任期内首次峰会 尽管美方对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和目的遮遮掩掩 种种迹象,各方透露出来的信息 以及美方为此做出的准备拼凑起来,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美国不过是为了组建新抗中联盟 不过,拜登拉拢的东南亚之路并不顺畅 今年3月,中国和美国就分别同东盟进行了接触 当时的情况就大相径听 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原定于3月28日举行 但因为部分东盟国家领导人不能按时出席 不得不延迟举行 等到了3月31日,印尼、泰国、菲律宾、缅甸外长 却先后因我外长王一邀请,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美方顿绝脸上无光,开始造谣美国和东盟关系陷入困境 是因为东南亚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后援 中国拥有主场优势 为了反击所谓中国建立势力范围 美国必须在所谓中美东盟争夺战中获胜 美方的说法遭到了东盟国家的否认 泰国通讯社表示 峰会延期是美国自己造成的 东盟曾提出好几个日期从美国上映 因美方反复修改迟迟未能达成一致 最后美方干脆自己拍板了举行日期 结果有一半东盟国家领导人都腾不出时间参加 美方的霸道也引起了东盟国家的厌恶和不满 4月,美国政府宣布拜登将于5月12日至13日 在华盛顿主持召开美国东盟特别峰会 时任菲律宾总统都特尔特任内积极改善中飞关系 执政六年间从未访问过美国 还多次直言绝对不会去美国 在这次峰会前 都特尔特的助手透露 其态度从未改变 最终都特尔特以新总统在峰会召开时已选出 自身身份不合适为由 仅派代表出席 缅甸军政府则未被邀请 东盟十国中有八国领导人出席 此次峰会上 美国宣布向东盟投资1.5亿美元 用于加强东南亚清洁能源建设 海上安全抗击新冠疫情等 1.5亿美元乍一看很多 但同中国对东盟的援助相比 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并承诺将在未来三年 再向东盟各国提供15亿美元发展援助 美国向之八个国家总共才投资1.5亿美元 其中还有6000万用于海事计划 此外通过一带一路 中国向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消息 2021年 中国和东盟之间贸易额高达5.67万亿人民币 美国为了扩大对东盟的经济影响力 提出将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一个地区经济框架 不过 向来口惠而实不知的美国 明显也没有打动东盟国家 东盟国家领导人出发前 就表达出不愿随美国抗中的态度 柬埔寨首相助理部长兼顾问高金焕表示 柬埔寨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联系 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印尼总统维多多在出发前发声明称 东盟会同所有的伙伴国协作 在到达美国后 印尼工商会主席拉斯基德在美表示 希望同所有人合作不要让我们选择 越南总理范明正于11日 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了讲话 他引用主席胡志明的一句话 称没有什么比独立自由更可贵 强调在独立与衣服之间 越南始终选择独立 他还表示 越南不选边站 而是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选择正义和公平 这些年 美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选边站队 用小恩小会收买别国 严重损害了地区安全 破坏了地区原有的团结合作 是全世界的独立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 识破了美国的真面目 美方苦心经营的霸权 迟早毁于一旦